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迪丽热巴果然是天生游物。 从婚纱礼服到吊带裙,尽显女人魅力。 在已受魏美帝时代,女明星为了上镜好看个个都瘦成了骨架子。 穿各种休闲服自然是好看的,但是换上礼服很容易出现撑不起来的情况。 迪丽热巴在这一方面则有着明显优势,像是这一席亮片吊带开叉裙礼服。 换上后将热巴凹凸有致的身形勾勒得一览无余。 这一席香槟色亮片礼服或许算不上是华丽,但是绝对能够凸显出迪丽热巴的个人优势。 那就是傲人的身材。 首先吊带的版型将锁骨线条和傲人身姿很好的展现出来。 而高开叉的剪裁方式,同时还能够绣出眉腿。 要是换成骨感身材的女明星,还真不一定能穿出这样的魅惑姿态。 平板身材的女人穿着吊带裙,更多的是展现出高级感的一面,而不会有多少女人味。 身材丰满的女人穿着吊带裙,不需要特别贴身的设计就能够很好的展现出傲人身姿。 相比起高领单品吊带裙自带视觉显瘦效果,同时还能够放大优点,很适合微胖身材的女人选择。 要让吊带裙作为礼服出现毫不逊色,是需要加入一些亮眼设计的。 因为这种版型本身并不带有多少华丽感,需要借着特殊的面料或者抢眼的配色来吸引视线。 像是张扬的正红色或者绸缎面料,都是不错的选择,亮片同样也是自带吸睛效果的存在。 迪丽热巴在走红毯时,是穿着一袭玫瑰婚纱礼服亮相的,超级宽大的裙摆。 将礼服的华丽感提升到满点,而纯白婚纱面料上的玫瑰刺绣样式则成为了点睛之笔。 让原本很是圣洁的婚纱礼服更多几分妖魅感。 再搭配上女王皇冠,这样的迪丽热巴真像是城堡里走出来的公主。 这款婚纱是某厂高定秀里的礼服样式,秀场上的婚纱基本都是以纯色为主,或是纯白婚纱面料,或是点缀上香槟筋提升华丽感。 独特的刺绣样式在秀场中是较为少见的。 红色与白色碰撞产生的视觉冲击感,也让礼服变得更加有亮点。 纯白婚纱的确较为传统,但是也很容易失去心意,实际上婚纱本身并没有局限。 选择白色或黑色都是可以的。 想要保有婚纱的圣洁感,同时又想要拥有创新感。 就可以纯白薄纱面料作为基础,点缀一些亮眼设计,这一点可以参考女明星的白色礼服造型。 前两套礼服,玫瑰婚纱过于隆重,而吊带礼服裙对于身材又过分挑剔,都不适合座位年会造型。 分享的第三套礼服,同样能够展现身姿,但是对于身材相对没有那么挑剔。 这款陆肩灰色礼服,不管是骨感身材是丰满身材女生都能够穿着。 宽大的裙摆藏起小粗腿,陆肩的样式对于身材丰满程度并没有太大要求。 只是骨架较大的女生,建议陆肩单品尽量选择紧身款,完全紧贴手臂线条。 不要有任何立体设计。 而身材骨架较为纤细的女生,则可以在一字间的基础上,加上花边或者点缀一个硕大的蝴蝶结,来支撑起造型的立体感。 迪丽热巴果然是天生油物。 从婚纱礼服到吊带礼服,尽显魅力。 婚纱礼服惊艳红毯,女人味满满,你更加喜欢哪一套造型呢?